很多女士都应该听过 或者用过维他命C的精华素 近年这些产品非常热烈 价钱都相当贵 可能是几百元 甚至过千元 一小小枝很快就用完 这些精华素究竟是否这么有用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维他命C大家应该都耳熟能长 它是抗氧化剂 简单说我们身体的老化过程 包括皮肤的老化过程 都是因为一些氧化Oxidation的问题 这个氧化过程里面产生一些坏的分子 真正的分子是Molecule 这些分子是很不安定的 喜欢弄别人 破坏周围的正常组织和细胞 它需要无害化处理才行 我们皮肤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 维他命C作为一种抗氧化剂 将这些坏分子无害化处理 这些不稳定的分子 遇到维他命C便会稳定下来 这就不能再作恶了 这一般实际有什么帮助呢 也有些研究证明了 例如它会减低色素 它阻折了色素的形成 又会减低色斑的颜色 又会减低皮肤老化的过程 刚才这么说 都是那些坏分子没了之后 老化过程就可以减慢 维他命C也有抗发炎的作用 那就是皮肤如果被阳光照了 接着就开始受伤发炎 或者各样原因 刺激到它发炎 发炎之后 细胞会死亡 死亡之后细胞里面的色素 又沉淀下来 又会令到皮肤的色素增加 或者一大大大深色那些 维他命C也有些帮助 而支撑皮肤 保持它的弹性的抗氧化 那些骨胶原 也都靠维他命C 去协调它的制造过程 变成如果你有维他命C足够的话 就会帮助生成多一些骨胶原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帮助皮肤 比如更加有弹性 更加不会这么快 老化变薄 而这么多种 你可以买的维他命C产品里面 你都见不少 比如有些奶油 有些各样 lotion 各样有维他命C 但是各样里面 就差不多只是精华素 这个 serum 应该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原理就在于维他命C 比如说你食物 我们食物里面都有 是不是呢 比如说蔬菜呀 什么山果呀 那些都有维他命C 问题就是 你吃下去的维他命C 它吸收了下去 就不是那么多 就去到皮肤那里而已 那你要在皮肤产生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有益的作用 那它一定要有那么少的浓度 就达入到皮肤 比如真皮里面 就是比较深层的地方 才可以产生到那些作用 精华素的意思呢 就是说里面的 那个active ingredient 就是那个主要有效的成分 的含量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就一般精华素里面 维他命C 含量就去到十几个百分比 到有些二十二十五个百分比 都有的 那通常呢 就是研究显示 比如一般呢 都是比如说要10个百分比 到20个百分比 维他命C的浓度呢 才会比较能够有机会 产生一些有益的效果 所以你买产品的时候呢 第一 你就要留意一下它的含量 那就是通常呢 如果它是serum的话 那含量太低 或者只是说含有维他命C的话呢 就没有讲清楚分量 那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分量要够高才行的 但是这样说又不是越高越好的 成分呢 就是太高的话 都会比较刺激一点 维他命C呢 另外一件事大家要记得的 维他命C我们俗称的说法 维他命C正式的化学名 叫ascorbic acid 那ascorbic acid呢 就是顾名思义 它是有少少酸性 它是一些弱酸的东西来的 就是说这些弱酸的东西 如果越高分量的话呢 那比如说你20个百分比 已经算高了 如果去到25个百分比 那可能真的会比较容易 刺激到皮肤 有些刺痛之类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你之后一定要 塗一些潤枯膏 才可以减轻到那个情况 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呢 可能就要减低一点 那个含量才可以 维他命C的抗氧化功能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年 其实主要的问题 就是限制了它的效能 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技术 到今时今日来说 我们都不太能够 将这个维他命C的分子 让它很稳定的 送入皮肤深层那里 即是说维他命C 也就是L-ascorbic acid 或者叫L-ascorbic acid 正式名叫L-ascorbic acid 这个L-ascorbic acid 它本身是很不稳定的 如果它遇到干 遇到热 它就很容易变成 没有抗氧化效果的分子 即是说没有用的了 所以就要有一些方法 令到它能够 深入我们的皮肤 就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维他命C 我们叫做Water-soluble 的维他命 即是说它溶在水 即是说它喜欢水 就不喜欢油的 那么我们的皮肤 基本上就 不是怎么透水的 精华素都好 你用下去 滴下去的话 那你滑下去 皮肤的深层子 都是困难的 因为它是比较水溶性的 其实我们很需要一些技术 就像mRNA疫苗那样 即是说mRNA疫苗 又是 好像维他命C 的分子那样 它又很不稳定 那你就这样打mRNA 转过头都未产生效果 即是未引起那个免疫反应 那它已经被身体摧毁了 所以我们打Covid的疫苗 这个mRNA就有一个很小的脂肪 脂肪包住它 那你包住它 就能够打进去 就将它混在身体那里 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 这样可以产生效果 维他命C也是 那它遇到的困难 就暂时我们 就不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真的将它很好 将它包装好 包装好 送进去皮肤深层那里 所以效果就真的很难 所以市面上 那么多产品 就算它的浓度是高 也好 你不知道究竟它 有多少能够 送进去皮肤深层那里 就是我们叫做Bioavailability 就是说 到底有多少 有效的成分 落到皮肤深层 去产生作用 那这方面是比较难肯定的 那为了补足这个缺点 其实有些产品 就会加上维他命E 维他命E 就是另外一类的维他命 我们叫做Fat Soluble 就是Fat Soluble 它就比较容易 喜欢脂肪肥油的东西 那如果说相对来说 它渗入皮肤 我们的细胞里面 那就容易很多 那就是意思是 这个维他命E 本身 也都是和维他命C 有抗氧化作用的 那所以如果维他命C 的产品 就是Serum 就和维他命E 里面又有维他命E 的成分 那两样 就应该相互相成 那个抗氧化效果 应该会比较 更加理想一些 那大家也都要知道 维他命E 那个正式名 其实就是这个 那这个化学名 大家看到这个成分 就知道它是维他命E 如果有维他命E 的话 应该是比较好一些 另一个成分 会令到维他命C 就是那个吸收 会更加好一些 和相互相成的作用 就是这个叫做 阿毅酸 那这个阿毅酸 就是这种 这种物质 阿毅酸 就是植物提炼出来的 也是一些 比较强降氧化功能的 那它和维他命C 也是 互相补足 有这个成分的话 那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些 究竟这些 Serum 是否真的 效果 那么神奇 那么好呢 这件事 比较难 说得实 大家要知道 这些 product 并不是真正的药 那些双盲的研究 做了出来 你的药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你才可以 做这样的Claim 做这样的声称 就是说你自己的药有效 那这些产品 其实就没有这样的管制 那所以呢 就比较难肯定 是不是每一种 都可以达到 足够的抗氧化效果 就说医生 你是不是建议大家去用呢 那我想又比较难说些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用 或者你喜欢用 用了你觉得 对自己 就是你又不会刺激到皮肤 又觉得效果好的话 我觉得都 都没所谓 其实 但是如果你觉得 就是用了 就是很贵的产品 又不是那么好效果 或者又刺激到皮肤 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又未必说 勉强 一定要用 Serum 不过如果你选择 产品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 那些就是一般 这些东西 就是医秦的一些大的方向 这样 但是就是用不用 就真的很过人 最后 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用 Serum 的话 你又用 Moisturizer 那些潤肤产品 可以一起用 不过用的话 最好都是建议 你先用 Serum 就是说 一般做法 如果你用 Serum 洗了面 洗了面 之后 用 Serum 用了 Serum 再塗面 或者 Moisturizer 那就会比较好些 那原因 就是 Serum 有水溶性的东西 维他命C 更加是水溶性的东西 如果你塗了 这些 Emolium 或者 Moisturizer 我之前那一集 讲简润肤产品 那一集都讲过 Emolium 和 Moisturizer 很多时候 都是油分 水溶油 所以如果你塗了 有油分的东西 在皮肤上 才用 Serum 的话 Serum 维他命C的吸收 就不太理想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用过 这些 Serum 如果你有个人经验 欢迎你留言 告诉我们 大家又给我一些意见 大家喜不喜欢 这方面 有少少医美方面的东西 如果大家喜欢 也是告诉我 我们可以製作多些影片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解释 解释 本来 完成 解释 解释 解释